最近很火的这个安徽五王敦墓的出土发掘呢 可以说是震惊了世人 特别是在整个收藏圈学术界呢 引起了一个旧大的轰动 截止到目前出土的楚国墓葬 这个五王敦墓呢 是等级最高 分布范围最广 地域最大 出土数量最多的一个王级的一个墓葬 那么说起这个五王敦墓的发掘呢 不得不追溯到几十年以前的一个盗墓 这个五王敦墓的考古发掘 就是因为这个盗墓经人举报 而引起了公安和考古队的一个重视 中国考古发掘的一个现状 抢救性发掘为主 一般是不主动发掘的 实际这个墓葬在若干年以前 国家就已经是勘探明白了 为什么迟迟没有发掘呢 就是主要是基于人员了 资金出土以后保护的问题 因为这种原因呢 就造就了目前我们考古现实情况的一个尴尬 中国地底下的这个宝藏呢 它的量是相当大的 并不是像有的专家说的 这个预期也就是几万件或者是十几万件 那么面对庞大的地下宝藏呢 保护是首要的 修订文物法 推动文物市场的有序发展 同时加大对于盗决的处罚力度 这几个方面结合起来 才能避免考古这种被动的局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